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团团转项目 我们上一节课主要讲了一个图标的一部下载 为了解决用户的一个体验 滑动的时候 列表滑动的时候 防止界面卡 我们把图标的一些下载都放在一个一部线程里 一部里面 子线程里面 讲了一些把公共的一些文件操作呢 写在一个具体的一个类里面 还讲了一些把图标呢 缓存到本地 避免每次都从网上去获取这个图片 今天我们讲这个下拉刷新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传送转的一个 这是一个下拉刷新 然后松开 看这里边有一个效果 然后我点击这里边的一个定位呢 它会重新的去刷新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效果 因为下拉刷新啊 它可能各个地方都会用到 所以我把它放在了我的一个公共库里面 这个公共库呢 我们可以拿过来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这是我们的新闻阅读器 看我们这里边 我们在 我们的记录库里面就加一个下拉刷新的一个空间 看一下 加进来 这是我们下拉刷新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用到的一个图标呢 我们看这里有没有 再把它用到的这个箭头 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应该有了 好 这张图标就是我们旋转或者是引导我们刷新的一个图标 我们把它加进来 这样我们这个空间就有了 我们先编译一下 还有一些错误 看一下 可能是由于 由于这个类啊 公共里没有用到ALC 所以我们这里要改一下 要改它 不使用AutoRelease呢 我们是在这里边进行一个更改 看这些类我们都是不使用 不使用自动释放池的 FsRefresh 把它找到 不使用ALC 我们就加上这个 这个标志就行了 好 编译通过 好 我们这里边可能以前没有讲到用到一些公共库 像我们用到的一个接生解析的 都可以放到我们的一个公共库里面 FsRef 接生解析的 还有一个加在等待提示的 这就是我们没有使用自动释放池的一个标记 好 我们加完这个空间了之后呢 它如何来使用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空间加上 如何来加呢 就可以这样加上 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应该加在哪里 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我们有的表格它没有下了刷新 有的表格 有像我们的双户跟团购都有下了刷新 所以我们再从我们的表格框间里边 再继承一下 FsRefresh R1S3 Refresh Table 有下了刷新的 我们就从这个积累继承 如果没有的 我们就从TableV这一类继承 把它改一下 我们首先把这个空间加上来 FsRefresh 我们可以先把它拷过来 我们可以先把它拷过来 Refresh Head Widget 我们这里边就加好了 加好了之后 我们在这里边调用下 这样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它可能还没有出来 看我们这里边 Refresh Head Widget 我们这里边可能少了一些 一些空间 好 因为我们这里边加完之后 这里边没有从它继承 还没有进行一个调用 看这就有了 有了之后 你看我们它还没有 跟我们的效果还不一样 它还没有一个让拉 一个旋转 我们 再加一下 再改一下 实现一个 几个代理 滚动条的几个代理 这里边 我们写了一个 防止它重复的一个刷新 我们定一个变量 是不是正在刷新 如果正在刷新 如果正在刷新 我们就不再进行发起操作了 我们定一个函数 Turnal 看我们这里边的刷新的之后 我们发起网络操作 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 我们可以在积累里边 把它声明一下 发起网络操作 具体的网络操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刷新的里边的这个操作 发起 获取商户列表的这个操作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 Table 微有的一个 把它的一个往下拉60 就是它会自动在这停留 停了60秒 停留60个距离 我们一会可以看一下效果 写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看它上下 如果我松开之后 它就转 但是这里我们有一个没有处理的 就是我们数据加载完了之后 要把这个表格 看现在是下来了60像素 我们还要把它弄上去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写一个 我们首先调用一下鸡类 其实这里就是零了 然后呢 它就不是加载了 而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我们这时候呢 reflexing就等于no了 看啊 加载完了 这样就完了 好 还有一种效果呢 就是说我们在点定位的时候 它也需要自动发现 我们只需要改一下代码 你看一下 我们在定位的时候是在这里吧 然后就按下来 读location internalrefresh 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用管了 然后再按下来 然后再按下来 点击 点击 我们下拉刷新 刷新没问题 我们再点一下它 我们看有没有调这个方法 它没有调 商户味这一段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个是不是 这里有没有调用的话 然后我们在这里定位的看它是不是会调用 然后我们在这里定位的看它是不是会调用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哪里实现了这个函数 它可能调了我们这里的这个方法了 fsbase page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进行一下处理 我们这里需要进行一下处理 我们再把它声明到这里看的有警告 我们可以把它声明到投文件里边 这样就会ok了 看这样我们的商户这个就调用了 那我们这里把它去掉 再运行一下 那这里边就调用我们的一个 调用的我们的一个方法了 进行了一个更新 看我们这里呢需要稍微处理一下 就是我们点刷新的时候要把它的一个 这个往下移动 移动一下距离 看这时候我们这里边可能移的不对 我把它去掉 看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这里边这个网络操作太快了 我们把它延迟几秒调用一下 其实就能看到看到一个效果 因为网络操作太快了 我们把它先去掉 我们把它停留两秒钟 好这里边呢 它可能由于这个里边掉稳它的一个太快了 我们把它把这里边的刷新 这个地方把它稍微延迟一下 或者把这里 一秒 看 好 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把 把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写在这里 把这一段 看这就我们的一个刷新效果 就实现了 好 再回忆一下 我们讲的一个课程 基本上完成了 增加一个下拉刷新 增加我们这个空间 进行一个下拉刷新 或者是点按钮刷新 这样我们的下拉刷新 效果就实现了 或者在各个项目中 用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 我们写的一个公共文件就可以了 大家也要把常用的一些文件 都 都进行一个总结 写到一个公共库里边 方便我们使用 最后要记得提交我们的代码 下拉刷新功能 好的 这里边我们再固执到服务器上 好 刷新的一个功能 我们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